Hello, 大家好, 新聞專題時間 我們講講昨天的新聞 九龍堂宣道小學有個教師 因為教材曝光了 應該討論一下教材 涉嫌為散播港獨信息 被取消了註冊的事件 宣道小學都說教師已經離職了 關不關梁振英事 梁振英要快點搞散播港獨信息的 黃教師, 黑教師 你覺得關不關梁振英事呢? 當然是關國安法之後 大家執政這件事來做 因為他那件事的題目 都幾斷正的 即是說, 看完《陳龍天篇達》那一篇文章 包括大陸人通街押士押寮 所以要搞港獨 那一篇文章在網上散播了 教材還有一張工作紙 我想這位老師應該都是常識科老師 因為小學只有中英素償 不會是宗教 有一張工作紙在網上散播了出來 叫做《不可逾越的紅線》 那張工作紙大家都看到 是小五的 最重要是小五 唯一可以說到就是 就是宣導小學的程度很高 小五是教這些 那我的小朋友都是讀小學 他們沒有這麼深奧的工作紙 首先我工作紙 第一條就是問 你認為什麼是言論自由呢? 那些我們看到的學生怎麼回答 我們就不去評論 每個學生都不去答法 不是不同的答法 這個當然不是 你的答法 你說是對的 哪個是對的 每個學生都有不同的答法 但是學生的答法 你是承認他的答法的 你可以說他的答法是錯的 你的答法給了分 你剔掉他而已 即是可以代出來 我們看到那張 在網上的學生就回答 言論自由是代表個人有 好 可以說不同的話的權利 人人自有主張 及表達自由 並有散播接收消息意見的自由 那是否正確呢? 這個老師就剔掉了 那第二個呢? 第二題就是 根據影片的內容 提出這個最大的問題 提出香港獨立的原因是什麼 那條影片是什麼呢? 陳浩天 是的 然後那個學生就回答 因為不聞名 例如不排隊隨地大小便 日用品短缺 太多水費 香港的自由被蠶食 我叫回讀一下 中方無法兌現2017 普選行政長官承諾 為普選設下很多限制 西環操控選舉 使立法會失去應有功能 那老師是剔掉的 這五個都剔掉了 即是說對 還給了格仔印印 你覺得怎樣呢? 之後就沒什麼了 接著那些就被我剔掉了 接著那些就是 保持領土完整的神經 在五十五屆金馬獎的頒獎典 是一種暗心的小五 獲最佳紀錄片的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台灣導演 附越說了什麼 觸動了大陸 要保持領土完整的神經 那學生就回答了 附越說 希望我們的國家 可以真正成為 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 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 最大的願望 最後一題了 如果沒有言論自由 香港會變成怎樣呢? 那學生這樣回答 可能沒有進步得這麼快 因為如果每個人說話 都有顧忌 大家就可能 不會知道自己的缺點 也不會從中學習 那大師哥 你覺得這張工作紙 或者他老師給的答案 是散播一個 港獨的思潮呢? 周蓉說 這個人是違反了《國安法》 應該的 這是上年九月的事 上年九月就是沒有《國安法》 就我所知《國安法》的追溯權 就會在 如果他由去年開始 到現在立了《國安法》之後 一直都有《continuous action》 他就會追溯回 之前 你幾年前 一年前 立法之前的狀況 如果你立了《國安法》之後 你好像是陳方安生 收口的話 你就不會被追溯回以前的事 所以這個人 問題就是 他有沒有《continuous》 做這件事 所以周蓉說 是否犯了《國安法》 就是這個狀況 但這個很明顯就是 你可以有兩件事去說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認為《國安法》 或者宣傳《香港獨立》是可以的 那你就自然是 因為這是一個道德的問題 或者一個不是道德 或者一個政見的問題 這個不是道德 這是一個政見問題 為什麼我能夠宣傳到 那就會牽涉到更加高層次的 但這個的確是毫無疑問 在宣傳《國安法》 而獨立也毫無疑問 是犯了《國安法》的 所以如果你像陳漏天 或者走了一些人這樣說 不是的 我宣傳《國安法》是對的 就是剛剛很多人走的 那就是另一件事 或者教師當然認為 宣傳《國安法》是對的 但這件事的確是宣傳《國安法》 的確是違反《國安法》 不要拿什麼言論自由出來說 或者怎樣 當你言論自由的話 我可以宣揚人秀交是對的 或者言論客是對的 那你都是言論自由的 就是言論自由究竟你去到哪裡呢 明白嗎 但是 就是之類的狀況 大家清楚 其實現在的紅線在哪裡 就是言論自由 究竟你應該是否一個無界限的言論自由 還是一個有界限的言論自由 或者宣傳政治 政治無界 政治就是無界限 或者之類的 還有一個 這就是牽涉一個racism的問題 即是你說一個大陸人 因為他隨地大小便 所以我們要香港獨立 這個其實就是類似 當年希特拉的時候 說猶太人 他那個 好像豬一樣的狀況 OK 行不行 因為他隨地大小便 因為小孩子特別容易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要香港獨立 這是屬於一個威懾審命的問題 當然 如果說到隨地小便 應該在我小時候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是日本人被批評的最厲害 當然 出了名 那你覺得這篇文章 算不算是宣傳港獨思潮 這張工作紙來說 因為我們經常看到這張材料 那OK 那我已經剛才說了 這張文章就是宣傳港獨 而這張文章亦都是反國安法的 就這麼簡單 是的 清楚了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現在被註銷了教師資格 在宣導會小學也來職 宣導會小學 宣導會也說他已經來職 周融說他應該要國安法告他 你覺得是否一樣 我剛才已經說了 我已經說了他沒有Continuous Session 那梁靜英就要求開名 現在教育署還未開名 不應該開名 未審先判 不判了我便可以了 現在還未拘捕他 這樣說 我亦都去解釋了整個狀況 這個狀況就是 整個教育界 你用現有的方式去洗清的話 你是洗不清的 你只有用政治手段解決 現在你是想說一個公道問題 還是說一個處理實用的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公道問題 我同意你是不開名 但我可以說 如果不開名 我便能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這是政治手段 政治手段的話 你無論開名 殺人或放火 等於去年六月的時候 使用黑暴 黑暴當初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 已經說用暴力是有用的 因為政治手法解斷 如果政治手法解決的時候 就不用你道理了 其實應該是硬來的 為何他們要放火 或者林口的阿伯 或者之類的 其實因為是政治解決 政治解決的話 就… 政治問題是政治解決 政治解決的話 應該… 開名了 否則你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你是想解決 你是想 你是想醫治那件事 正如 為何那些法官去亂判呢 因為他知道 如果他不亂判的話 他解決不了 如果法官不亂判的話 他解決不了 想推翻香港政府的問題 所以法官一定要亂判 他要廢掉你香港政府的能力 所以大家都是一個政治方法 政治解決 只不過大家… 只不過… 只不過用這件事的時候 你是要… 人民是否… 是否… 是否… 因為大部分人民都是蠢的 不會像我這樣清醒的 所以呢… 所以… 如果你說要解決問題 當然是開名了 如果你是否合理的話 如果是在正常狀態 無端端有一個突然之間 走出來… 走出來在這宣場… 走出來在這宣場… 走出來在這宣場講讀的話 你當然不應該開名了 但因為這是一個大規模事件來的 你不用一個… 你不拉他去坐牢 或者開名 你根本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這是… 你是否… 你想… 你想處理了這個問題 還是想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 你如果處理問題 你是不是應該開名 那你覺得他們… 特區政府想處理這個問題 解決問題 這不是我們說的 特區… 現在你說應不應該先 可以嗎… 特區政府到最後 他… 當然想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特區政府 一定要不開名 但大家… 梁振英心目中知道 當然這是政治問題 才要政治解決 所以就要開名了 所以大家… 但問題就是 你是不是將… 推到特區政府 是用一個政治解決這個問題 哦… 都對的 你都說得很清楚 究竟是解決問題 還是處理問題 因為特區政府都好像 停留在處理問題那裡 就是… 他沒有打算解決問題 即是他都想醫治行政程序 來做事 沒錯 你一定要醫治行政程序 那醫治行政程序 一個半個 因為一個半個 是應該就這樣算的 應該你剪掉它就算了 或者… 可能是隨便的 是的 但現在是說 一千個一萬個 你就只能夠用開名 用一個很恐怖的手段 如果不是你沒有辦法 你想一下 如果一個正常的人 嗯… 是不會這麼大規模出現這件事的 這是一個非正常的事情 現在其實所有整個制度 是對付一些… 制度是用來對付一些 零星發生的事件就足夠 對付一些大規模發生的事件 是不足夠的 所謂大規模發生的事件 大規模發生的事件 大規模發生的事件 只能夠… 大規模發生的事件 就是政治問題 你只能夠用政治方法來解決 而政治方法走著 通常都很殘忍的 OK 是 那你再講講小五的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講這個問題 怎麼會有這張工作紙出現呢 這張工作紙一定是一張常識的工作紙 還有常識有教程 我自己也看過那些小五的貨本 似乎沒有這個教程 他在介紹香港的行政架構 例如由鴉片戰爭講起 我講回小五的貨本 由鴉片戰爭講起 然後講1997年的事 然後講回歸 講特區政府 常識書裡面也有講這些 也有講了 香港是屬於中國的領土一部分 講一國兩制 但絕對沒有講過 常識書裡面的教程 沒有講過什麼是言論自由 第一 第二 沒有講過 又說要看片 提出香港獨立的原因是什麼 絕對沒有 這些是他自己做的一個常識的教程 我不知道是不是常識科 I'm not sure 可能它是中藝科 但是這個教程本身 我們看到這個材料 明顯是他自己做的 這個位置 他不僅有一個称詞傾向 還有一個種族主義傾向 是啊 因為他剔了說對 就是我們所說 真的要處理一下 還有一個小學 十一歲十歲的小朋友 適不適合討論這些問題呢 我覺得這張工作址 就算是 也是一張中三 中四的 中二 中三 最低程度 有什麼理由是一個小女 通常這樣好不好 通常在一個黃絲心目中 他至少三 都是討論這些問題 都已經有思想 不過呢 如果是被拘捕的時候 就算30歲 都是小朋友 不是 那你說的情況是不應該的 不是 我 不是 他們說 就是這樣說 通常他們說 小三小四已經有思想 已經是什麼 所以他們小三小四 都可以出來戰鬥 或者這樣 小五六都可以出來戰鬥 都可以帶出來 帶出來去教他們 做氣球彈 扔磚 他們都認為 小三小四 小五 小六 已經是很有思想 你不應該當他們是小孩子 但是當被拘捕的時候 就30歲 都是小孩子 都是小孩子 是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說這張工作址 作為一個中學生 就行不行 我不要講 剔和內容 就是講那些問題 剔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 你對不對 不是 你都說了 你剔 就是同意了 那你會不會說 因為 他們隨地大小便 我不是跟他們辯論 所以 不是 你聽我先說 但是你說是對不對 你認為 如果說他 因為大陸人很不文明 隨地大小便 所以我們要香港獨立 這些論述 對不對 當然不對 但是你說 根據影片內容 提出香港獨立的原因 是甚麼 如果我提出反對意見 他又是剔可 那又是怎樣 如果我根據影片內容 提出人秀交的原因 是甚麼 那可不可以 我給客觀看一條影片 或者根據影片內容 提供納稅殺人 提供殺人 納稅殺人的 優生學的道理 是否可以 那可不可以 那可不可以 那就是了 你說邏輯問題 根據影片內容 根據影片內容 納稅說了一大堆 然後邏輯問題 然後還說你 樓太人是低得民族 那可不可以 那你客觀這樣回答 你只是根據影片內容回答 問題 例如在哪一條片 你說些甚麼 那不是 那條片 那條片的內容問題 根據影片內容 現在照答 你現在說的問題 就是他照答 可以不可以 照答可以不可以 照答可以不可以 看一條影片內容的問題 那不是客觀問題 你明白嗎 你今天不應該 看一條影片 那為何要根據影片內容 你照答那條影片內容 那如果是這樣 優生學可以不可以 根據那些納稅 就要殺死所有人 可以不可以 所以影片內容 不是你的客觀事實 那清楚 紅線在哪裏 清楚基準 現在大家不太清楚 甚麼可以說 這條不是紅線 你記清楚 這條你說是大陸 你不是香港獨立原因 你是大陸人在隨地大小便 所以我們香港獨立 這條不是紅線 這是基本人格 人性問題 可以嗎 可以嗎 你明白嗎 這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那這個呢 你可以不可以說 我們不讓西班牙進來 因為西班牙很骯髒 他們是人渣 或者他們本身很不守規矩 西班牙人可不可以這樣說 美國 那就是咯 現在有人質疑 你認為甚麼是言論自由 不是根據 那就是咯 這個不是紅線問題 這個不是中國大陸 或者香港設定紅線 這個是它普世價值來的 西班牙人可不可以說印度人好 印度人很骯髒 所以我們不應該被印度人移民 我當然不應該 那就是咯 一樣邏輯 是呀 對的 因為印度人用左手來吻屎 所以我們不應該被印度人來香港 嗯 對的 可以嗎 可以 你明白我分得 那個邏輯的問題在哪裏 不是客觀的問題來的 OK 是普世價值的問題來的 這個基本人性 可以嗎 可以 OK 好今集的新聞專題時間到 我們明天再找另外一個問題再聊 拜拜